欢迎你来到英国 我是刚刚开始念国 我想就是 你这什么我听不清楚 我刚刚开始念国 我是两个月前我在北京 一个博物馆 一个科技馆 一个老师给你们讲 我也有什么好问的 你帮我看一下 我是六四年所住 六四年所住的是吧 你想他什么告诉我 就是家庭情况 还有这个整个前途 所以说将来应该念什么经 那首先 我告诉你 你身体不好 听得懂吧 人很虚 而且经常失眠 告诉大家对不对 讲对吧就好了 嗯干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感情运很差 明白了吗 你家里好几次要差点 听得懂吧 嗯 你都是嗯的 你说yes吗 不是因为我已经离婚了 就是没了呀 对了 我这个动作怎么了 哎 听得懂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命更当中 有两次婚姻 明白吧 你现在给我站在这里 我可以告诉你 你也有男朋友了 我都看到了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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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妈 你要好好地念心经 你不念心经的话 这个男朋友结了婚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没有这么大问题 你太厉害了 做人 soft一点 明白了吗 还有 一定要点多念心经 另外呢 自己还有一个毛病要改掉 嗯 明白吗 嘴巴 嗯 太厉害 经常讲人家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去讲 明白不明白 可以 年轻的时候讲到现在了 现在虽然比过去讲的少 但是年轻的时候讲了很多 这个不算的 听得懂了吗 嗯 嗯 你帮我看一下孩子吧 90年数码的 看几个了 这个是吧 90年数码的 想问什么说吧 嗯 她 她的前途吧 首先告诉你 她的脾气很倦 对不对 对 对 因为我看见这匹马 前面两个 前蹄 是这么翘起来 在在走 平平往上跑 嗯 后面呢 两个腿呢 不动 嗯 明白了吗 这两个可以拼命的站起来逃 说明她 小孩子很有冲劲 很愿意往前逃 嗯 你听得懂吗 很难管住的 脾气很倦 是这样 还有 没有 有时候 有时候特别好 懂事情 有时候特别老体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她心里已经受到创伤了 因为你跟你老公过去吵架的时候 她老在外面上听的 听得懂吗 听懂 你好好的 这个教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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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多念点心经啊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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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